珊瑚礁就像海洋中的热带玉林 虽然它们的面积只占全球海洋面积的3% 但却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方之一 为保护珊瑚礁 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们正在做着各种努力 在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罗杰和同事正是这样一支致力于珊瑚研究和保护的团队 记者近日在该地看到 来自各地的珊瑚在它们的工作室中长是喜人 罗杰介绍称 在全球变暖的情况下 珊瑚非常无助 海水温度不断升高 造成了珊瑚不断白化 死亡 罗杰最多时在人工环境下 饲养了200多种珊瑚 目前团队已经挑选出几种相较于同类 比较耐高温的珊瑚进行研究 并开始在印尼 泰国等地开展珊瑚礁修复工作 我们通过这个人工的这样的一个筛选出来的珊瑚啊 就说比我们传统的就是就地去随便去采些物种去恢复的话 成功率大概能够提高到这个80%以上 那传统的做的话 我们就是随便去找些物种的话可能成功率可能20%都不到 甚至就是最好的时候也超过不了50% 据悉 罗杰和团队已经在海里种植了数千株珊瑚 目前生长状况良好 他希望未来能够破解更多珊瑚生长过程中的基因密码 研究出多种适应力更强的超级珊瑚 让珊瑚礁进一步得到恢复